你 嗯嗯嗯 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 有一份我2019年帮公务员写的一份 关于开放资料的讲义 然后这份我想大概就分享一下说 我当初这份讲义为什么会帮公务员设计 然后跟过去开放资料的一些历程有什么关系 以及我希望之后我想把这份讲义调整成说 大家也不是只给公务员 而是给一般大众也可以使用的一个 算是提升资料素养的一份讲义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一下这份课程的内容跟历程 那这一份叫做开放资料应用研习班的案例研讨与实作 那会有这一份主要原因是因为2019年那时候 国发会有拜托我帮忙整理一份教材 然后这个教材是要协助公务员们 因为那个时候国发会有在推 国发会有在推开放资料 然后并且要各部会都要提出好的品质的开放资料 因为那时候2018年国发会有提出了资料品质的 金标章 银标章 铜标章 就是你上架到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你的资料必须要符合几个规则 你才可以得到标章 然后当时他就是要让公务员们 就是要来比赛说谁的资料比较好 但是因为公务员们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所以那时候就有拜托我来整一个课程 教大家怎么清理资料 把资料清理到可以就是符合国发会要求的标章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那这一份课程 因为这个课程是个六个小时都做清理资料 其实我来上课的公务员们应该都会抓苦 因为其实有做过的资料人应该都知道 清理资料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 然后如果你只做六个小时清理资料 我觉得这个课应该是一个就是会爆炸 而且大家会很厌恶资料这件事情 所以当初我在设计这份课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能够六个小时全部都在讲清理资料 就是清理资料我只要放差不多三四成的比例 剩下的比例我想要放的是 为什么要清理资料 清理到资料把它清理到好 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所以我这份教材的主要内容里面就包含了说 一开始先有一些基本知识的部分 譬如说到底什么是资料什么是资讯 因为公务员其实很多公务员还分不清楚 开放资料跟政府资讯公开有什么差别 因为很多公务员都会觉得 我们都有政府资讯公开法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搞开放资料 这有什么差别 所以前面一个小时大家就会跟大家讲说 资料跟资料有什么差别 然后一些资料的专有名词 为什么会有这名词在 然后以及为什么国发会会要定一个 开放资料的品质提升机制 那些机制的三个要点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讲完后 然后再来就两个小时的时间会跟大家讲 好那现在有一些案例是 它上架到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然后不合格 那为什么不合格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修理到合格 所以这边就会有三四个案例 然后带着大家手把手去做资料清理 那到下午的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会有说 那好我们手上假如有干净的资料 可以怎么做 然后所以我课程里面就有放了一些比较有趣的 例如说 我用Google My Map把一个CSV汇进去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个地图上呈现了一堆点位 然后以及一些Excel的一些 就是像枢纽分析 Vlookup之类的 让他们看到说 手上有好的资料石 做出枢纽分析来就很快 然后以及Vlookup可以做一些 不同的资料集的资料连接 让他们就是感受到说 那个就是有好的资料石 可以做到什么事情 那这份课我从2019年上到现在 已经上过大概不知道什么20次了 就是都是到那个人力 就是台北或者是南投的人力发展中心去上课 然后上一次7月 7月还6月多的时候 那时候去南投上课的时候 那个时候承办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说 请问现场的学长们 学长姐们 就有没有人是负责开放资料业务的 就30多个学生只有两个人举手 所以剩下二十几个 其实他们都不是做开放资料的 一直都是这个课程设计 就是要给做开放资料业务的公务员们使用的 但是没想到现在来上我客人 都不是负责开放资料业务的 那这样我的课程是不是设定错对象 但运气不错的是还好 因为我后面 我清理资料只放三成 我其实后面的资料应用 其实就是放比例蛮重的 所以其实虽然 应该说这里一两年 可能来上客人都不是我的目标对象 但是他们也都觉得好像收获不错 就有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这个课在人力发展中心里面 满意度一直都是蛮好的一个课程 所以最近就是让我体悟到 上个月又一次在台北上课 我再问了一次说 有没有人是负责开放资料 就没有半个人举手 所以我就觉得 我深深需要把这个课程内容 大幅再改造一下 对那我想说就今天带来这边 主要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这课程内容大概有一些什么东西 那本来是六小时的课程 我想说就在短讲五分钟速速带过 那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不是同学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也可以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讨论说 有什么东西大家觉得说 会很有帮助的 然后可以再加深的 那有点觉得不重要的 我可以把它尽快删掉 那我说我就速速带过去 好所以一看就讲资料跟资讯 然后其实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资料资讯的差别是什么 那有一个生活一点的案例就是 资料是像是肉丝跟面条 它是原料 然后资讯像是被组合出来的东西 它是处理过后的 就像我很喜欢就是用 那个问学生们说 这是教育部支点上的说法 那教育部支点对于资料跟资讯 最主要的差别在哪两个字 不是电脑 那个资讯是电脑上指电脑 指对使用者有用之资料和讯息的总成 以别于未经处理过的资料 你要讲吗 处理对 最主要差别是处理 就资讯通常是处理过后的 然后资料通常是处理之前的 所以像这个案例来讲 肉丝跟面条是处理之前的东西 然后肉丝炒面是处理之后的东西 所以像这个办公室日历表 这是一个资讯图表 因为它是经过很多的处理 它的处理包含了 它的那个就是 它加一些背景颜色 它加一些合并储存格 它加了一些额外跟日历以外的 有关的像什么农历之类的东西 所以处理过后的东西就变成资讯 那处理之前的东西是资料 它是一个原始的未经处理 然后是客观事实的东西 所以就透过这样的案例 来让大家就是知道 资料跟资讯的差别 那主要也是想让大家 就是公务员们体验到说 以前大家可能做事情的时候 比较是用报告跟资讯思维 就是说长官交代 我要做一个漂亮的e-sale 然后我要让他知道 这个e-sale我要凸显一些重点 给长官看 所以我会做很精美的 就是里面可能有 和平组成有背景颜色 有这种很多字体颜色的e-sale 给长官 或者是丢出来这样e-sale 可是丢出这样的e-sale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变得是报告 而不是资料 那它再使用上 就会变得很困难 所以就是也想让大家知道说 就是以前大家的公务员的工作模式 可能都是产生e-sale 但现在是不是要把它改产生 这样子比较资料精简 它是很资料性质的 CSV格式 或还是e-sale的没关系 但它会比较好使用 对啊 所以就会有一些资料品质的说明 什么是API 然后这是当初很经典的案例 就是那时候他们把后面的这个办公日立表 直接转成CSV 然后这就变得很难使用 你应该说这完全是没有任何用处了 对 然后以及说怎么样可以整理出好的表格资料 然后还有代码的重要 然后 再来就会带到一些e-sale课程 然后我觉得 因为想要让大家用e-sale做清理资料 所以我会有一些基本的e-sale一些出本 就让大家回顾使用 我才发现大部分有十几%的公务员 其实他们是连等于A1加B1这种用法 他们都没有用过的 所以我发现就是公务员们的 就是使用工具的那个能力落差 可能有点大 对然后 大概就这样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同影片也丢在那个短奖的连结上了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交流的话 就是也可以就那个general上啊 或在哪里都可以 好 就这样 谢谢Ronnie 谢谢Ronnie 我们好像还有一组短奖 Ocon吗